我们回来谈 大家最期待的 也一直在等待的是 台积电到底什么时候 收盘要收在六字头 每天都看到六字头 每天都收在五字头 到底什么时候 要收上六字头呢 外资已经喊到900 喊到1000了 特别是 今天还有一个利多消息是 台积电要去日本设厂 这件事大家都知道 但他现在找了几个伙伴 找了三个伙伴 这三个伙伴 各个都大有来头 包括Sony 包括Sanning 还包括一家 可能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公司 叫做Denso 我们来谈谈 台积电去日本设厂这件事 对整个台积电的骨架 会造成什么样的效果 不过我们看一下 台积电的金眼代工涨价 到已经花效了几天 有三个变化了 金眼双雄还涨 但注意一下 它的涨幅都不到一趴 那怕剩下在599 就没有差一颗 第二个变化就是 IC设计受到冲击 但是高档的IC设计 像GG 新唐 本来都没跌了 今天都出现了大跌 第三个变化谁转强 封测 因为跟着涨价转强 但是阿关讲到了 这次他花一兆日币 台币2600亿 到日本去设厂 当然找一些大咖 最主要日本是汽车的制造大国 所以找来了三菱电机 我们认识他 车用半导体 然后Denso Denso的话就是 Denso我们比较不熟 对不对 丰田汽车旗下全球仅次于德国的Bosch 第二大的汽车零组件 它很强项 电动车里面的逆变器 就是把那个 支流电变成交流电的逆变器 它专利就3000项 所以它是很厉害的公司 很厉害厉害 所以台币以后在日本设厂的话 这个产品的出海款没有问题 讲到Denso的话 跟麻省理工合作 一个电动的三轮车 电动三轮车 你可以看 看起来很可爱 所以它的研发能力很强 对 那我现在转车 你也可以踏 像我转乘的这个电动 还可以遥控 我去买个咖啡 就把车叫过来 挺在那个地方 穿梭 高质车 对 然后到店里面 它也可以把你叫过来 我想这样的一个电动的三轮车 应该未来受到很大家的喜爱 另外一个 它做什么你知道吗 丰田里面 丰田的那个自驾车 它到底是不是丰田的关系企业 对 关系企业 它跟台积电合作之后 台积电不担心出海口 对 这个说丰田的这个自驾车 很炫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台积电 它这个金眼代工的涨价 连大摩都预紧了 它都点名这些IC设计 它预紧的是IC设计 对 十四档 成本加重 它点名 它认为来自于台积电的比重比较高的 有汇荣 这个在国会挂牌 我们就比较不看 莲花科 神盾 惨 还有这一个 这边的群联 这四个受影响 但是今天的股价 这个 绿色的是今天下跌的 红色是今天上涨的 但这些是被大摩点名 会受到冲击的 最惨的 特别是有四档 大摩直接说起岔不起岔 对 我们再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这里面 我是最惨的莲友 我们看到K线 你会觉得说跌了差不多了 我告诉各位 看到莲友的K线 你还真的有点吓一跳 破底 这么好的公司 还居然破底 表示台积电这个金眼代工 对IC设计的冲击 还没有结束 这个是涨20% 不是涨2% 我们比他担心的一个部分 涨太多了 然后现在最新的一个发展是这样 我们昨天讲过了 封测跟这个金眼代工台积电 并不是客户的关系 他们是联动的关系 联动的一个关系 你涨价我也会跟着涨价 对 所以现在可能下个 其实从今天到下个礼拜 我觉得台积电本身 股价可能会有点停下来 但是你来看一下 封测会 今天比方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这张表看了以后 我把所有的封测 上半年的EPS 最好的五家 全部把它列起来 瑞光最好 瑞光齐邦超风难冒新权 然后再看这边的价位 观众看一下 这个价位 因为今天新前拉出了涨停 外资大买 因为他车用的比重蛮高的 车用比重也很重要 但是我们看一下 瑞光是最高价的 那新前 其实他EPS是2.38 但已经69块 所以相对 南茂看起来就比较委屈了 对 南茂是委屈 赚3.08 股价现在才56块 然后你可以看超风都还有88块 EPS比超风高的齐邦3.96 75.8 所以这两个是最低 好 我们来看一下南茂的K线 8150的南茂的K线 好 8150 其实南茂没有跌到 但是今天上一线很长 对 因为什么 因为捷径了前高 所以被外置的一个调解 但是我认为基本上 它的抗跌性会出现 那6147的这个齐邦也是一样 它比较有跌过 但是你可以看已经有两个礼拜 全部都在这个地方盘整 再看最后还是要看一下热光头控 因为这个是龙头 热光是指标股 请注意它今天涨幅2% 比今年双雄不到1% 涨得多了 好 虽然涨价是台积电 但是现在是不是反而应该买风策呢 台积电涨20%风策应该会跟进 受害的是IC设计 所以看着台积电涨价买风策 这个操作策略对吗 请举牌 各位有没有认同 如果认同给圈 我们来看看 看台积电涨价买风策 1 2 3 4 5票圈 1票放中间 当然我们还是要来谈谈电动车 特别是中国每次只要出手 打哪个族群 哪个族群的咪咪貌貌 那这一次中国又打谁呢 之前打滴滴出行 打网络 又说要打教育事业 现在说要打什么呢 他说要打电动车 他说电动车太热了 过热了 安得烂的还热了 来中国官媒示警说电动车已经有过热风险 来问一下朱老师 中国一出手没有过没有的 一定有 所以一定有事情要做 好 没有错 这次被点名的是宁德时代 几乎就是电动车最核心的部分 你说他有多热 真的你从股价来看 去年初他才100块 现在多少 今天因为这个新闻 宁德时代今天大跌了2.6% 但是他今天收盘都还有507块 换句话说一年涨了四倍多了 好 而且不只这样说 你看到另外一个讯息 营收确实很漂亮 现在获利也在成长 可是你却看到大股东在落跑 我们看到前五大股东 只有一个在争持谁 香港的中央结算所 这我们就不管他 另外有四个人不动 四个里面其实有两个 就第一跟第三 其实是背后是宁波市政府没有动 然后再两个个人 这个黄世玲跟李平 其实都是宁德时代的副董事长 所以他们没有动也不稀奇 可是你看到接下来这几个 全部都在减持 大股东落跑 对 那还有个人比较疑问的 宁德时代的负责人创办人 曾益群怎么没有在里面 这也是 他会不会少就已经获利了解了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没有长时间去追踪 好 那我们再看到更具体的数字 就是实际上的整个电动车 其实这是更广泛的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销的统计 你看到图里面有三种颜色分别是去年前年跟今年到七月份的数字 灰色的这个长条图是今年你特别看到 今年七月份年增居然高达1.7倍的这个产量跟销量是1.6倍 你说有没有过热 当然看起来很好 听说现在老师听说现在在中国 你随便在路上踢都会踢到一个他说要坐电动车的 真的 不夸张 因为给他一个具体数据 中国现在在开发电动车的公司500间 所谓开发就是我要自己坐一台车出来 我们还没有算背后那些 还没有算零件公司 对 那些还没有算 那些加起来大概有7万多家 所以光开发车一共开发出来 到今年六月最新的数字 中国已经发行了148款电动车了 你说够不够热 那一定有骗局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什么骗局 之前被人家踢爆了说我的车就厉害 我咬水下去走 可是被人家踢爆了 就在他测试给记者看的时候 其实他的员工在后面偷偷接电 所以直接还是靠电在推动的 这种骗人的都不说 我们就讲来真的 谁 小米 我们在上礼拜其实就讲 小米不是被传言说要收购恒大汽车吗 好 恒大汽车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 但是真正厉害的 他今年以来已经买了 5家电动车相关的公司 现在最新传出来的是 这个叫做生动科技 来 我们给大家整理一下 这5家公司你发现 其实一个共同点就是 小米要做什么车 自驾 它不是单纯电动 它主要就是要专攻自驾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小米会花钱 尤其你看他光买 现在买这个生动科技 是5亿美金 就买下这家公司 这个一定是来真的 好 对 这显然是来真的 你再看到欧洲市场 奥迪最近推荐这台车 真的是有够厉害的 基本上电动车很多 我们就不多说 你看到这家公司 这台车特别在什么地方 变形金刚大一定知道 这台车子就跟变形金刚一样 但没有那么夸张 它最厉害的地方 大家仔细看这个影片 它可以伸缩 会伸缩 它车子最长可以拉长25公分 为什么要 因为它可以变长变短 对 你想 奇怪 你看大家仔细看这个画面里面 它是整台车 从整个车轴拉长 车身拉长 最长拉长25公分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它告诉你 我在野外 在家外 我要高速行驶的时候 我车身拉长 我风阻低 我跑得比较快 可是我进市区的时候 操控要灵活 我就要近一点 你看到够不够选 而且这台车预计 明年就要上市了整个 你真的要量产的 对 当然不是玩假的 就要开始量产的 而且它整个这个车子的 一些相关的系数 譬如说马力高达623匹马力 加速0到60英里 只要4秒以内 而且告诉你 虚航力有500公里 更重要的是 奥底已经宣示 我三年之内 我的电动车的获利营收 要跟我的油车一样 所以都在告诉你 电动车确实是一个趋势 但是接下来 你怎么去挑标的 好 那现在回来股价 因为中国说电动车过热了 而且中国有这么多骗局 那电动车概念股 到底能不能做 其实我就要延续 其实我们上礼拜就在讲 我挑电动车 基本上我两个原则 第一个要存 第二个 这个车电当中很重要的核心 就是电池 所以你看今天 我们这挑出来六公格里面 上面三档基本上都什么 电池材料的 不过我们上个礼拜 其实我们有讲到另外一档聚合 6509的聚合 今天虽然有小跌 可是过去这一个礼拜 它涨了11 表现很好 对 其实我们上礼拜讲的时候 它才40几块而已 50租头而已 那它一个礼拜涨这么多 而且更重要的提醒大家 这礼拜外资五天卖了四天 天天卖它 它还可以涨这样子 那等到外资回过头再买的时候 没事 欢迎讨论 好吃 Overwatch 五天下 车电池材料 五天下 对 了解 对 子龙 一次 车电池